可以去看一看在台湾 去看鬼火 鬼火在晚上我觉得很快 在地上有很多火 好 再来一家 下一家是哪个地方 我们带有 这对是南非 非洲的地方 才见到这个那么可爱的 是啊 在南非 我在骑马 看看那个动物 看了什么 Big Five Big Five啊 我是非常异种的 我就是Big One而已 这个长径 是这种而已 但是你不会很靠近他们 因为它比较可能胸马会咬你 对 它是野生的 野生的 是 然后这个墙 Giraffe 对 后面那种 我看到它 然后其实很便宜 在那边 趁着那个团去骑马上上 大概是三百多块港币 啊 那么好的价钱啊 是啊 好便宜啊 是起码大概走一个山头 然后大概两至三个小时 你就给你送回那个饭店 然后其实很舒服 有时候你在香港 觉得很紧张 很紧张的话 你去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草 全部都是树木 然后动物的话 你骑马自己也不用走 对 所以看看 看看东西 然后想一想东西也不错 啊 真的很羡慕你 其实刚才 大家去看的一些胶片 只是 搜尼的一小小部分 的国家 我真的羡慕你 如果我要去 那么多多地方 罗佛宫啊 去什么什么的 建筑物呢 我只能够去这个 世界之窗 才能够看到咯 跑到看下去了 去吧 你你更多 好了 我们回来了 又更多更多的 外地的分享 相信满天下游 所以大地大家的一个话题了 好 我们待会再见 刺激管哮喘 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疾病 哮喘病呢 它没有发作的时候 它像正常人一样 发作的时候呢 它就是表现为一个咳嗽 气喘 喉中笑名 呃 因为它是一种过敏性疾病 所以 平时要注意一个气候的变化 还有就是 饮食方面要 避免一个生冷 还有 呃 肥腻的 刺激的食物 呃 对于一些异常的气味 还有呃 过敏源 例如香水啊 花粉啊 油漆啊 要注意避免接触 呃 平时要注意控制一个情绪的变化 避免剧烈的运动 还有就是要呃 节制饮食 邀请不同领域的朋友 分享人生的酸甜苦辣 爱情 友情 生活情 尽情畅谈 朋友 逢周一到周一的晚上 十点钟播出 加油宠物 宝贝当家 从饲养 训练 到美人 健康 最无微不至的宠物宝典 宝贝 每周日晚八点半播出 我们健康生活一定要找阳光 不要常常躲在家里面 要看看阳光啊 要空气要流通啊 多点空气给机子啊 然后就是水 水我觉得是挺重要的 喝多点水 清水 不要太多其他的饮料啊 这样的东西啊 对自己身体不好 然后就是地 地就是站在地上 多点去运动 跑步啊 这是我觉得 那就很容易简单的 健康的生活 健康生活台 节目直播期间 欢迎观众通过手机 参与互动 香港本地观众 可以编辑短信 2 空格 名称 发送至506 506 进行登记 登记成功后 你每次发送短信时 登记的名称 都会显示在电视屏幕上 只需要登记一次即可 如果没有登记 手机的最后四位数字 就是默认的名称 如果你想要参与投票 只需要输入号码 例如1 发送至506 506 屏幕上的投票结果 会因为你的参与 而发生变化 如果你想在节目播出时 发表自己的意见 只需要编辑内容 同样发送至506 506 你的留言 就会在屏幕上显示 体验互动乐趣 请以手机 SMS 参与健康生活台 所有现场节目 首先将婴儿身体反转 放在大腿上 一手托住婴儿 一手用力拍打背部 拍五次左右若无效 则再次将婴儿反转 用手指按压胸部五次左右 重复以上两组动作 直至一五出来为止 哈喽大家好 我是詹邓子琪 我觉得健康的生活 是有规律的生活 可能要定时地做运动 还有要吃一些 比较健康的食物 不要吃太多零食之类的 社会上最具争议性的话题 大家最关心的健康资讯 专家学者提供第一手 专业意见 观众参与互动讨论 建立健康生活 从今日开始 健康的生活当然是 吃的东西要健康 然后要多喝水 但是心态也是很重要 就怎么会 我觉得自己最健康的时候 就是人开心 然后怎么会开心 就是你会很关心 你身边的人 会不要自私 然后就想别人 就多一点关心别人 然后看到别人开心 你就会开心 然后就珍惜 你身边你所有的人 那你一不自私的时候 就会觉得 那个世界很美好 就人家也会很喜欢你 然后就要对爸妈好 父母好 就应该会很健康吧 从今日起 只要你将心爱的照片 影像 声音 或者音乐 上载到 iShare.hlctv.net 除了可以透过电视 互联网 和观众分享你的作品之外 你的作品还有机会赢得大奖 优胜者可以获得 有健康生活台 送出的丰富礼品一份 还不快点登入 iShare的世界 上载你心爱的作品吧 好继续回来了 我旁边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Soy 来到朋友这个节目 如果你今天想跟Soy 一起来交交朋友的话呢 把握机会了 就是打开香港有线电视 而是西台 或者是登入我们的网站 www.hlctv.net 同步收看 全球华人 一起来看哦 还有 有一个 ikam.pptv.com 里面 也可以收到我们的直播的节目 如果想季节一些 跟我们季节交流的话 有更多的方法 看看 这个旁边有一个 这个 SMS506506的号码呢 直接发送短信过来 或是手机 可以打35482727 就是这个FreeG的电话 如果你在家里的 可以拿起你的电话 拨打我们的现场热线 27799977啦 今天相信满天下 就是Soy呢 她自己本身是一个很活泼 很乐观 很这个外向的女生 更加因为她的行业呢 就是一个空中服务员 就是每天的工作 就是跟 来自不同 四海 四海来自下 四海啦 来自这个 不同 地方的一些朋友 去接触 服务他们 然后 再做朋友 就是你那么多年的经历呢 我们回想一下 就是你第一次 当空姐的经验 你有没有一些很搞笑的故事 跟我们分享 就是当初 当空姐 是你梦寐以愁的一个行业 然后你考进了 很开心 当你第一天 翻工了就是 上班的时候 第一次 走在这个飞机上 要服务的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这是很尖尖静静的